叶少阳画了一张灵符 点燃之后扔到了水质身上 水质立刻转曲下来 口气中吐出了一股子血水 被灵符烧成了灰 叶少阳回想姚孟杰刚才说的话 皱着眉头说 好匪夷所思啊 这个邪物贴在我身上 走了这么远 我居然都不知道 姚孟杰说 这个根本就不算是邪物 只是普通的水质 被吸血鬼吸了血 利用的只是水质 能够吸在任何物体上的特性 实际上 吸血鬼追踪的是自己 或者同类的血 因为在水质体内 你当然感知不到了 还在这样的 叶少阳盯着一团指挥中 燃烧成灰的水质 心中嘖嘖称奇 这些吸血鬼居然能用 这种法子来追踪对手 这智商也算是难得了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叶少阳不动声色地问道 姚孟杰脸上出现了一丝苦笑 叹了口气说 我跟吸血鬼打过这么久的交道 对他们的手段 也是再了解不过了 你也不用担心 他们再去杀人了 你说的没错 这些家伙是找我来的 吸血鬼 狼人 还有一些别的邪物 叶少阳静静地听听说 他是 一个吸血鬼家族 可能也是欧洲最古老的 吸血鬼家族了吧 至少 有两个以上的公爵 侯爵 有近十个 至于低级的 不知道有多少 叶少阳猛然想到 之前听瑞冷玉说过 一个吸血鬼侯爵的实力 大致相当于一个一等鬼手 公爵自然更加厉害 至少两个以上 叶少阳深吸了口气 感觉事情比自己想得要复杂得多 你怎么会惹到他们呢 叶少阳十分感到惊奇 姚孟杰低下头 咬了咬嘴唇 看上去是有想开口的打算 这时候 管家金先生 从一个房间里出来 说道 公主 今天奥尔良先生打来电话 想跟你联系一下 确定一下合约的问题 姚孟杰想了一下 叹道 反正已经被发现了 让他定个时间和地点吧 等等 我还是自己去回个电话吧 姚孟杰站了起来 转头对叶少阳说 少阳哥 这件事 我会跟你说清楚的 请给我点时间吧 叶少阳点了点头 他也不想逼得太紧 既然姚孟杰都能这么表态了 无非也就是时间问题 回到房间 林三生还在 叶少阳把下午发生的事 说了一遍 林三生听完 也觉得姚孟杰的身份 很是蹊跷 跟那些要对付 他的吸血鬼神们之间的关系 也是说不出的微妙 不过既然 他自己已经准备好要说了 也就没必要去瞎猜了 道风怎么还没来 林三生说道 我哪知道 不管了 反正他随时都能找到我 叶少阳打了个哈欠 今天晚饭时候 喝了点香槟酒 醉倒是不醉 但就是有点犯困 想着反正道风要是来了 肯定会叫醒自己 干脆就睡了一觉 他要是不来 自己也犯不着一直等等 叶少阳躺下没多久 突然听见一声尖叫 猛的一下就坐了起来 隔着门听到有人大呼 少阳哥的声音 姚孟杰 叶少阳在屋里扫了一眼 没看到林三生 急忙抓起腰带就出去 一边走 一边把腰带扣在身上 声音是从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间里传来的 叶少阳冲了过去 见房间紧闭 也顾不上许多 直接就撞开了 冲进去之后 顿时就傻了眼 在一团阴云的水蒸气中 站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姑娘 自然就是姚孟杰 虽然水气萦绕 看不清他身上的细节 但是大致的轮廓之类的是看得见的 叶少阳见到这一幕 立刻就尴尬了 这是在洗澡呢 叶少阳恍然想起 这一间确实是二楼的卫生间 姚孟杰嘴里叫着少阳哥 但是当真的看到叶少阳闯进来的时候 瞬间就懵逼了 然后大声的尖叫起来 不过这一次尖叫 却是针对叶少阳的 同时他伸手去抓住了浴巾 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叶少阳在地上看到浴巾 帮他捡起来 丢了过去 然后转过身去 心里简直郁闷的不行了 这时候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一边响起了说外语的声音 叶少阳听着像是一瓦 叶少阳刚要开口 姚孟杰猛地冲上来 一把捂住叶少阳的嘴 然后转身把门关紧 冲外面说了一串法语 一瓦也回应了 过了一会儿 脚步声走远了 姚孟杰尝出了一口气 松开捂住叶少阳嘴的手 大口子喘着气说道 吓死我了 他要是发现我们两个 这样子站在这儿的话 那麻烦就大了 叶少阳说 没什么吧 我只是听到你呼救 才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这不算什么吧 姚孟杰摇头说 你不明白的 你把非常古板 我现在一山不整 跟一个男生在一起 要是被他看到 肯定会气炸了的 那又怎么样 他不就是你的家臣吗 可以这样说吗 你不懂的 他是我母亲的朋友 你是我们家 最重要的仆人 他在精神上 绝对忠于我 但在生活上 可以对我提出 任何意见的 我是怕他啰嗦的 啰嗦两句也没什么吧 对我是啰嗦 对你就不一样了 姚孟杰看了叶少阳一眼 在他眼中 作为公主 就是一个末代的贵族 也绝对 不可以这样子 出现在男人面前 就算是意外之类的 他也绝对不允许 那真的就发生了 他还能把我怎么样不成 叶少阳耸了耸肩 有些不以为意 他会杀了你 姚孟杰缓缓地说道 我没跟你开玩笑的 他是那种 把主人的名誉 看得比法律更重要的人 叶少阳咧了咧嘴 却摇里摇头说 他杀不了我 明的不行 那就来按的 总之 一定把你当成仇人 所以我刚才骗他说 是自己看错了 这才让他走的 叶少阳往门上退了退 有些为难地说道 那个 你能不能往后退一点 姚孟杰愣了一下 这才发现 两人站在一起的姿势 有点暧昧 他刚才为了关门 没想太多 直接就扑了上来 正好叶少阳是靠着门站着 于是两个人自然而然地 就面对面贴在了一起